國防部最近辦全民國防的有獎偵達 可是呢卻反而被拿來仔細解釋 有的題目錯得離譜 有的呢太難了 讓民眾一頭霧水 這張立委也打臉國防部長 這根本是在靠歷史 什麼問題讓民眾一問三不知 原來是國防部在網路上舉辦的有獎偵達 不過題目冷峻艱深 立委看不下去 乾脆也給行政院長毛治國來場隨堂考 議題目我不期待你會 我會啊 你這叫做大臉院長 你出這個沒人會像你會的 你是在考國防 還是在考歷史 題目上有些可能 比較艱深的 或者說有些這些問題 我們會檢討改進 立委不滿有獎偵達 有必要這麼難嗎 但引起爭議的不只這一樁 甚至還有題目根本就是出錯 中華民國與日本與牡丹社事件後 日本政府派遣何人為全權大使 赴中國交涉進行和談 中華民國是1911年建國嘛 對不對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人 在1874年 有錯我們改吧 題目出錯 不但讓國防部推廣全民國防的用意 模糊的焦點 也看得出國軍的政戰單位 功課沒做足 柚天TV陳昱炳俱剛台北報導